好像是在西湖 不,那裡是另一步 1912年,國父就拜祭國 最後呢,其實那個... 都搬過幾次了,又搬回鄉下 浙江,然後又搬,最後就搬到西湖 他原來是在西湖的 原來是西湖,他的兒子就搬回鄉下 民國成立之後呢 再一個鄉下,再搬回西湖 搬回西湖,西湖那裡就起了一個像之類 這個真的要說了 文化大革命 1966年 那些紅的兵沒什麼好搞 就把抽緊的帽子打爛了 打爛了抽緊的帽子 打爛了之後呢 然後當然自然就拆出來 那些作骨洋灰 屍下都沒有了 那現在 然後 文化大革命 搞到真的... 我覺得這些是絕對不能 真的要批評 抽緊 又是這樣破壞毛 然後 然後 現在呢 八零年開始 幫抽緊的 寬佛名譽 然後又 起了一個帽子 其實這些真是 因為共產黨 大哥 你不好好教育子民 最後連那些烈士 民國烈士部 你都不停打爛它 那些革命的烈士 應該是紀念的 應該好好保存 因為這些革命烈士 應該是後人去效法 要知道前人建國 立過那種精神和犧牲 讓後人去懷緬 可能當時文化大革命 長存 尤其是自己是有一個很好的生活 但是呢 仍然是放棄自己很悠閒 很好的生活 去為國 去獻出他自己的生命 他在家裏 做個小女人 陪著一對子女 開心心 享兒子福 我告訴你外面鬼犯 關我什麼事 革命革不到我頭上 我仍然做我的歸家糧 挺好的 但是 總有一些人 是要出來 新鮮事卒 都要犧牲自己 所以我們在香港 我們在香港真的很舒服 監禮不用坐 要游啊 說民主 有什麼所謂 我們那些 所謂民主派 跳海 穿著 穿著水泡 穿著水泡 跳下去 還要扣九十幾個消防員 那些消防員 不歸下面 這樣才跳下去示威 那你看人家 陳天華 一夜就跳下去 其實香港的情況 跟內地真的很不同 真的不同 也都說 這些的 徐錫倫和秋謹 陳天華等等的人 是很值得 香港的年輕人去學習的 去尊敬 今天都介紹了幾位革命士 三位 還有王興 王興 下一集我們會說 王興 下一集我們會說王興 很厲害 我們下一集再見 謝謝大家 謝謝 拜拜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